一開始 我愛你 粵劇對香港的文化有什麼影響? 是什麼角色? 什麼角色? 反過來, 香港對粵劇有什麼影響? 粵劇本身在我們這一帶 已經流傳了很多年 甚至比香港更老 香港也一百八多年 上面都是六十多年 我想粵劇存在比我們香港老 你說香港對它有什麼影響? 這個很難回答 如果你說香港搞好一點 粵劇當然好一點 每個人有飯開 當然有多錢去搞其他東西 你說粵劇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我想如果你說要保存 你硬說它要保存廣東話 說要有自己本土的文化 或者它要傳承一些東西 它的地位還是很久以前戲曲那種 其實中國戲曲 它的主要特色是有四大表演元素 就是唱、念、造、打 而和其他地方戲曲有什麼不同? 多數在做和打的方面 大家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些身段、造手 而打就是一些武打場面 那類大家都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唱和念的方面 第一,我們的謊言上不同了 譬如是經劇的 語言上跟廣東粵劇已經不同了 另外就是在曲式上面 和音樂、挪鼓、樂器那方面都是不同的 所以連那個念白也是不同的 念白的形式上面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一樣在那個方言上是不同了 所以最主要的分別就是這樣 另外大家都除了這個造和這個武打類同之外 中國戲曲也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這個虛擬性 虛擬性的意思就是要靠演員做一些動作 令到觀眾可以聯想到他在做什麼 例如一個開門的動作 我們不會有門在這裡 要靠演員做出來 讓觀眾可以想像到他是在開門 又或者是撲碟 不會有隻蝴蝶在這裡 但是這個虛擬性的身段 其實和所有中國戲曲都是這樣的 不會因為廣東粵劇 還是上海粵劇 甚至乎京劇、村劇 不會說大家不同的劇中有不同 都是會有這個特色的 因為我小時候喜歡聽西幕 我喜歡Classic 對 我喜歡Classic 有時候一個人都會買裝飾去聽 反而我沒有接觸這個 但原來這件事很有趣 你一接觸之後 首先第一個 你要先喜歡唱歌 即你喜歡音樂 不如你坐下來聽一下 原來在那邊玩三個月 我就不玩了 原來你進入了人 你覺得原來你的歌都挺好聽 原來他的故事等等 你可以投入得到 而且以前覺得 粵曲很簡單 因為我曾經聽過有老師 即是教一個西洋音樂的老師 覺得粵曲是抄 不停拼出來 我覺得是不入流的 但是當我深入去認識的時候 原來我發現 原來他很有他的文化 有曲式文化 上句下句有什麼什麼 他有很多這些東西 原來不可以亂來 原來作曲都不容易 有品質很多東西 即他是這樣 其實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廣東粵劇就是最輕盛 那時候就是 完全就好像現在現代的人 譬如去看演唱會 其實是一個娛樂 可以是一個娛樂 也有另一個角色 就是你會見到粵劇會有一些神功戲 是一些仇神的社會文化活動 那跟現在的那些 譬如流行曲那些不同的 就應該是這一方面 因為我們會有神功戲 就是一些節日 一些仇神的活動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神功戲去做 那做神功戲的時候 我們就會多數在一些地方 去搭一些氣棚 然後在那裡做備 其實主要是做備神器 那其實不是參與的 本身我是職業的 我是一個專業的粵劇演員 那這份是我的工作 那我很小時候 就已經 就是我爸爸媽媽 都是教粵劇的老師 那我自己很小時候 就十幾歲 就跟師傅 去不同 去北京 去不同的地方 那我自己一、三年 就在這個 中國戲曲學院 就是我們戲曲的大學 那我就讀完研究生 那我已經做了十年了 其實都不是青黃鶴摺的事情 大家留意多些粵劇 只要你留心多一眼 在不同的會堂那裡 你就會發現 其實原來粵劇 是每一天都在表演的 觀眾群反而少了 但是這幾年是增加了 這幾年 比我剛剛入行的十年前 是增加了 因為現在多了很多大學生 多了很多喜愛戲曲的人 寬劇、寬劇、經濟劇 不同的戲曲的人 是實際擴展了的 那對這個政府有推廣 不同的戲曲 都其實很好 我自己都領著一班小朋友 是 因為這個 因為我們廣東人 我們廣東話 是不是 我們以前 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又沒有那麼多娛樂 所以我們廣東粵劇 就好像現在大家 扭開的電視 可以看電視 只不過那時候 沒有電視看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 去看粵劇 所以我們是 我們本土的文化藝術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近這十年 我們粵劇的教育 的推廣 都比之前做得好很多 現在是多了很多年輕的一代 會去 肯去接觸粵劇 我記得我 我自己本身 在演藝學院 第一屆粵劇 心臭文憑畢業 其實我是03年畢業的 當時我是03年的時候 我畢業的時候 已經是向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大學的時候 我讀音樂教育 所以我把粵劇藝術 和這個教育 我希望它結合 可以推廣給年輕那一代 所以我畢業之後 我去了不同的學校 大中小學都有 去介紹粵劇 去教 去推廣 所以我記得 初初一兩年做的時候 大部份的學生 我們都不太認識 什麼叫粵劇 但是呢 他們會有一種思想 他們會覺得粵劇 都挺老套的 但是呢 當我們去到 介紹了給那些學生之後 因為我用一些比較 可以說 新穎一些 和他們能夠 容易一些 去溝通的方式 去把我們這個 傳統藝術 去表達給他們認識 所以當他們看完我們這些 介紹推廣之後 反而他們 就不會再覺得粵劇是老套 他們是喜歡了的 所以其實這些工作 我們都做了八至十年了 所以現在是多了很多年輕的一代 會認識 例如我自己 我自己有個兒童 青少年的粵劇團 我們叫做子餘藝聚天 我們不停地訓練一些學生 他們 其實我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不是說要 學員一定要去做演員 我的目的是 希望多一些觀眾 懂得欣賞粵劇 或者戲曲的觀眾 教他們怎樣去欣賞 所以 無論現在來說 大中小學 甚至乎幼稚園的學生 他們都肯去接觸這個粵劇 粵劇因為有做手 要化妝 粵劇我覺得它有幫助唱歌 因為它做的動作 你發揮表情 原來你這樣唱曲 因為我們會這樣分的 就是這樣站著唱的 是曲藝 它不需要很多的花巧 做戲就是做戲 但是原來你做戲 亦都幫助到曲藝 就是可能你這樣站著 你都有眼神 有表情 有身體的語言 去令到這首歌 人家大多人去 投入去聽這首歌 現在就不差 忘記了自己演出 已經有多少場了 已經是 但是我覺得一般般 我自己來說 但是因為你要有演出 才有進步 因為你演出 你才會很用心去唱 或者做一套戲 你會放很多心機下去 還有你會提升你自己 如果你一直只唱 就沒有了我的動力 還有我們會不斷埋落鼓 即是Live Music 我們會不斷埋落鼓 我們是不斷埋落鼓的 我曾經試過瘋狂 我這個禮拜有五萬 我都埋落鼓 真的嗎 是的 好像也挺多 但是太過分了 我曾經試過 我排得這麼密 做過一次 在《晴滿桃花道》 當時的化妝 整班由國內請來幫我們化 這麼多? 是的 是 其實很久 一個鐘頭是不行的 它這兩個是假的 黏下去 但是它不同時裝化妝 它打完底一輪 然後你去台前面 做Rehearsal 或者自己走一下位 然後到上下 才會黏一些片紙 打下去 然後才上其他東西 那些通識也挺重 或者是先做底線 先做底線 對 或者是紅色 或是白紅 然後你自己做其他東西 到上下 因為它的妝 你吃了它嗎 不要融化 不是 因為它要改妝 不會那麼容易 噢 它的嘴巴大小了 你很難補回去 嗯 那它就倒不上去 才會 整個頭 因為那些頭色很重 嗯 如果你經常戴著那個 一天 我覺得你也挺辛苦 又不是 它其實有不同的化妝技巧 就出那個角色的 是啊 很多新靈魂 但是 受眾那方面 就好像 不會說 不是很夠受眾 就是說 你的觀眾那邊 就沒有什麼新人去 就是沒有什麼新的觀眾 是不是這個意思 嗯 嗯 那我又覺得 嗯 其實都是很自然的事 譬如老那班 是喜歡什麼粵劇呢 或者是喜歡 舊一代的粵劇啊 還是我們剛剛 剛才做的那些呢 那 就是它老那班 有他們的喜好的 就是以前的流行文化來講 他們是喜歡 在台上看粵劇啊 那我們新這一班 可能他們的喜好呢 就不再是 他們拿一班 那一輩的看 看明星啊 或者是看 以前看的老觀啊 我小小看到他老了 我又老了 那些感覺 那新一班 他們可能會 多些去接觸 或者有時候 有些人有些興趣去學 或者是 覺得很新奇 或者有些就是 課程需要 逼他去看 那 始終都會有新的觀眾的 以前有人說 會不會是有些人 你說 老的觀眾比較多 會不會那些 年輕的老了會喜歡呢 會不會不斷地交接 我老了會喜歡看粵劇的 可能 就是有些這樣的例子 是有人老了 突然間喜歡看粵劇 或者喜歡去唱粵曲 喜歡看大戲 那樣的 那我覺得 就 不會接不到的 就是可能會是 品味上啊 或者是大家追求的東西不同 其實 你見到現在 都 蓬勃了很多 是的 人多了 人多了 對 那 還有 因為 政府 其實主要現在 政府 譬如在 一些 劇團 一些年輕的劇團 又有一些 在教育方面 所以 多了很多人 會肯去接觸 這件事 我想 這十年八載 應該都 OK的 但是 多就不等於精 是 對 有很多 她會是 認識 但是她認識完 可能 有些 反而會怕了 有些 初初不認識的時候 覺得壓機好玩 但當她認識了之後 當她越轉越深 她會發覺 其實這個藝術 是很深奧的 是 可能她反而會怕的 可以 但是我覺得 不要緊的 正如我先頭所說 希望的是 訓練觀眾 其實 是 希望 懂得 如何欣賞 多於是 做 演員 我們今天是 演員做的 其實 跟那個專業 是有很大分別的 氣氛都不同的 所以 譬如 你有機會應該 看一些專業的 就是這些 這樣 你就會看到 他們那個 我自己 有幸 譬如現在 現在做這些位置 有幸可以接觸到 很多 國內 或者是 香港那些 去演藝學院 他們做的 那些 那些 我覺得自己都見識了 很多 都是 看到他們 那個 怎樣排練 或者是 專業 和 業餘的分別 其實都 大 專業和業餘 最大的分別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 業餘有一個 心態就是 玩的心態 不是很 不是很 很努力去做 他們會覺得 不用排那麼多 或者不用唱那麼多 所以感覺 水準都挺參差的 就是 那個 和舞台經驗不夠 但我自己親眼看 那些專業演員 他們已經很專業了 但是 他們在排練那方面 是一絲不久的 所以未唱歌 我們可能 我們排練 只是 埋咪 試一下咪 幾句 OK 甚至有些是沒有的 有些不在舞台排練 做戲好 或者什麼 但其實專業很多時候 我看到梁紹明那些 排在那裡排 排在那裡排 就是他們 很好的 我看到張琴詩那些 在澳門演唱 那些專業 整首歌唱完 整首歌唱完 全部唱完 這樣去排 跟我們真的相差很遠 對 他們真的是rehernal 他們今晚做 明晚做同一齣戲 後晚做同一齣戲 我們都會排 他們都會排 都會排 都會排 有一個關斗 我覺得他們 其實他們專業去賺錢 有他們的道理 但業餘 有些都很認真的 現在都做得挺好的 但因為太快 太廣了 業餘 有些人 是 是